作为一个优质的男朋友 怎么能不会做巧克力呢 这个时候的可可果 完全闻出巧克力味 反而有种香足的味道 可可果的树叶不够 所以我用荷叶在外面铺了一层 紧紧的包裹住 记得容器要选这种带孔的 放到保温箱里 发酵7天 你看 发酵的过程中会有水流出来 发酵好的可可果 味道可就没有那么好闻了 这一股味道非常的爽爽 加入清水 戳洗干净 如果按照正常的做法 应该把它铺平 放在太阳底下暴晒一个星期 我们就用更快捷的办法 用厨房纸吸干水分 放入烤箱 90度低温烘烤两个小时 稍微搅拌一下 150度再烤20分钟 烤到像这样子 外壳一捏就碎 露出里面的可可果就可以了 10个可可果 整整剥了为1个小时 很容易碎掉 这是正常现象 还有一点要注意 外壳一定要清理干净 要不做成巧克力会有残渣哦 这里是10个可可果的量 一共250克 你们可以拿起来仔细闻 已经可以闻到巧克力的香气了 张罚命中保存 下一期我们来做巧克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